小编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美国加州的一棵千年红豆山古树 这棵古树位于美国加州红山州立公园 在1880年因为要在此修建一条公路 刚好位于这棵树的底下 因此人们选择直接将这棵树跟掏空 很多游客也会来这里旅游 很多人见过了天然形成的公路隧道 但却没有见过从树生中心穿过的公路 这棵树已经活了上千年 很多游客千里迢迢地驾车经过这里 然后铁一下在这树中开车穿过是怎样的感觉 来到这里的游客也都会拍照留念 这棵大树的高度大概是十米 快三米左右 有着一千多年的树林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 这棵隧道大树也渐渐呈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也为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但好景不长这棵树仅仅存活了130年 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将这棵千年古树连根拔起 彻底的断了他的生机 历经千年风雨的隧道大树终于倒塌了 很多人对此都感到非常的惋惜 大家也曾猜到这棵隧道大树迟早会倒塌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 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关注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树